你好 欢迎收看9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湾港务公司行政副总卢展县 花莲分公司总经理王派峰 还有花莲县马拉松路跑协会执行长张志强等人 在10号特别拜会了花莲县副县长严新章 双方就即将到来的2024台湾港务 被花莲礼玉坛玩谈路跑赛继续讨论 希望借由路跑活动振兴花莲的旅游经济 也给予支持和关注 行政副总卢展卢表示 因为联寿地震 台风接连来袭 花莲的旅游环境大受影响 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为响应交通部 观光署振兴花莲振后的奖励旅游 活络花莲在野的经济 希望借由举办振兴花莲路跑活动 号召各路英雄好汉 喜欢好山好水的运动旅行家 亲自用身体感受花莲依旧美好 副县长引信将表示 今年花莲因为地震 台风接年来袭 且进去好与更是家居交通的不便 对观光与旅游业舍造成影响 政府持续激起与中央沟通 并优化在地建设 其然透过这次2024台湾港务碑 旅坦满坦路跑赛 吸引更多外现实民众来花莲 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以恢复后的美好 记得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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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